五党籍现议员杨华美 二号上午来到现选委会 先以跨过五个跨栏 象征跨过种种障碍 成功推动许多议题 阻挡不合理的预算行动剧 说明过去在议会的努力 随后在家属公民团体陪同下 登记竞选现议员 在9点06分完成登记 并且在自制背板前立约 誓言将连任 把花莲带往更好的方向 以越过五个跨栏象征跨过种种障碍 成功推动许多议题 阻挡不合理预算的行动剧 表达自己过去在花莲的努力 花莲县议员杨华美 二日上午在县选委会前 先以行动剧说明过去的努力成果 包含新住民、环境、社福 通用计程车等公民团体都到场声援 如今我想跟我所有的支持者说 花莲正在改变 我是花莲县第19届县议员 这三年多我做了无数的努力 我从民众服务 民众服务还有大到推动政策 还有监督不合理的预算 我把社福教育环境文化 动权劳权姓平等等 这些不同的议题的声音带到议会 创造了这些改变 今天现场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 我们过去有五项做的事情 包含入记的预算等等 除草记等等 那这些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们看到花莲县政的施政 还是不够好 所以很多的政策 我们认为都还在服务政治 那这不是我所代表的人民乐见的 所以这也是我之所以 这一次一定要参选的原因 我希望未来我也会持续的要求花莲县政府施政更公开透明 我也会不断的倡议所有花莲的施政的预算要倡议 党座市族群的声音被听见 那我也会用我地缘的角色为花莲社会争取更多的公平正义 那这些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坚持 那我至今都不会改变 那这也是因为坚持 所以我们看到花莲正在改变 那希望2022一起让我们美丽在线 随后在家属及各界公民团体陪同下 在早上9点06分完成登记 最后在制制花莲挺美的大型背板前立约 誓言要把花莲带往更好的方向 杨花美表示 花莲县府施政作为很多依然不符合人民期待 也是他继续参选原因 完成参选登记 不表示第19届县议员责任就结束 会坚守岗位 持续监督县府 同时持续谨听各界声音 发好的意见凝聚成政策 在议会持续倡议 记者长方眼花莲师报导